各位來到新一學堂的各位貴婢 大家晚安 今天非常榮幸受新一學堂還有我們出版的邀請來到這麼棒的場地 跟大家分享我對宜東風雄建築的一些觀察跟閱讀 我想因為宜東風雄現在在台灣有一些案子所以應該大家對他不是那麼陌生 但是為了確保所有人都能夠更加認識宜東風雄 那麼我在一開始我先放了一個比較好玩的幻冬片先讓他看一下 那麼幫我在談宜東風雄的時候還會有另外一個重要的 他的應該說命運的這個競爭對手叫做安藤宗雄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們兩個都是1940年出生 一個人在東京一個人在大阪所以我很喜歡把他們稱為東邪吸毒 那麼一方面好像跟金庸小說裡面的某種形象有點類似 因為好像安藤有點像這個你知道吸毒很厲害的就是蛤蟆公 他長得有點像蛤蟆 那麼這個伊東就比較這個很優雅 那麼是屬於這種黃耀師的形象 那麼透過這樣子的一種比較的方式來定位他們 那麼安藤這是日本有一個非常專業的這個建築書店 他們為了要做出他們的書的這個Catalog 那麼他們請了這個非常知名的這個插畫家幫他們畫的非常有趣的這個圖像 那麼他們的根據地各是在大阪跟東京 那麼年輕的時候他曾經被當時的東京大學的教授 還有曾文彥也是曾經贏得普里茲克建築長日本建築師馬基文彥克三 他把他稱之為平和時代的野武士 那麼也就是那個年代的年輕建築師 實現是在1970年代 那剛好我是1970年代出生的 所以好像在面對他們這樣子的這種形象 好像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我覺得他們年輕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非常有趣 那麼所以為了要強化這個所謂東邪西圖的image 我想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當初王家衛所拍的這個東邪西圖的這種造型 其實好像有那個神韻有點像 那麼另外一個為了要讓日本人也能夠了解 所以其實日本人不太敢這麼大膽去說什麼 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可是因為我是台灣人 所以我這個特權可以把他們放在一起看 但是我要告訴他們就是說 其實他們也蠻像這個公本武藏跟左左目小次郎 因為公本武藏你們知道他是這個所謂的 不是什麼名門政派 他是自己學這個建法 那麼這個左左目小次郎 也是名門政派 那麼各自有他們的盛場 那麼甚至我覺得他們的服裝跟風格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像 因為伊東風其實在年輕的時候是貴公子 他在東陰大學上學的時代 在1960年代他竟然是開車去上學的 因為他爸爸是這個日本商社非常知名的 這個重要的中天分子 當初在韓國 韓國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 那麼後來他也收藏了很多這個禮朝的文物 所以當初像什麼柳鐘禮啊 這些日本民意家 聽說都常常跑到伊東風全的老家 去找他爸爸這個盤貼說底這樣子 非常有趣 那麼這一張其實是整個日本建築師的這個戲譜 那麼看下面怎麼弄 這張這個這個最主要的根部其實有一些重量節容 那麼我簡單講一下也許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就 就是說其實最少這個支撐起日本現代建築界的 有三個重要的人叫做錢川國南板昌準山跟吉板龍正 這三個人是這個建築大師科比毅 也就是那一位說 住宅是這個建築是住宅的 居住的機器 住宅是居住的機器的這個明年的那一位 瑞士裔法國籍建築師的三個大弟子 那麼他們辨定了這個在日本的現代建築的 這樣子的一種風格 那麼後來在他也就是錢川國南的調教下 那出現了一位天才學生叫做丹夏建篩 而丹夏建篩後來又栽培了 譬如說姬錫心 菊如青緒 黑川記章 這些人那麼這個是所謂的代謝派 那麼代謝派之後才出現了野武士世代 也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那麼現在我們通常在談這個 現在這個日本建築界的當代的兩大天王 那麼毫無疑問的 雖然說這個石山修偶先生上 好像兩三個禮拜前也還在這個台灣辦過演講 可是事實上真正主宰日本建築界的就是這兩位 伊東風雄跟安恆忠雄 那麼這個造型其實是我的學長 吳石蘭太郎幫他們所設定的 就是你會發現他們是這一根KNQ這種 也就是說有這種圖樣的 比較厲害 OK那麼所以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介紹之後 很快的要來進入這個伊東風雄的這個介紹 因為今天主要是要談 邁向自然系的這個伊東風雄建築 那麼伊東風雄 你們可以發現 他這個是做某個雜誌的專訪所拍的照片 因為他背後就是台中大都會歌劇院 那麼他之所以沒有能夠在2010年贏得 土地資格競獎最大的原因就是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還沒有能夠落成 所以就被他的這個徒弟媚老和氏跟 西澤立委給幹掉 所以他非常的痛苦 聽說慶祝大會的時候 他拿個酒杯心不甘其不願去跟 我雖然覺得很不甘心 可是還是要恭喜你 不過anyway事情都發生在這個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上 那麼等一下會跟大家談 那麼他其實最小的時候 他高中超愛打棒球 他曾經想要去當夾子儒 那個職棒選手 但是後來好像他們家不容許他這麼幹 所以他就想說 OK那沒關係我想盡辦法 怎麼樣去考個比較輕鬆的大學的科系 他想要好好打棒球 結果後來聽說那一年就落地了 就沒有考上大學 那麼後來他終於好好的重新讀書 他當浪人一年之後 好好讀書之後才考上東大 然後他們進去東大其實一開始 並沒有分科系 而是先進到工學院 然後之後才去找這個未來的方向 那麼在1964年 63、64年那個時候有個關鍵年代就是 舉辦東京奧迪克 東京奧運 那麼那時候的天王級 就是單下健三的這個 戴戴木競技場的這種結構的美 還有建築的材料的這種 純粹還有造型的這種魅力 讓伊東決定他後來想要做建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你看以前伊東也是長得像高西麗娜一樣 然後非常很帥氣的這樣子 可是他進入 這是據說他已經進入到這個事務所 也就是舉讀清訓的事務所的時候 他們去做記憶調查的照片 你看那時候他戴黑光眼鏡 就是很臭老的樣子 然後看這個我都覺得他好像一年比一年年輕 然後都被思議這樣子 那麼這張圖是要告訴大家 他是讀東大 那麼我也曾經經過這個門 然後他的第一個老闆是舉讀清訓 那麼舉讀清訓是等於說是當初代謝派也就是說 他開始去思考建築不再是像單家健身 他都是在做這個所謂的傳統 日本傳統建築現代化 或者是說這個國族主義式的這種日本建築 到底怎麼樣用現代的才能把它再現出來 他反對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因此也算是一個當初風頭非常劍的一位 年輕的新銳建築師 去跟當初的主流建築價值做對抗 所以伊東這種帶有反骨精神的人 他就馬上畢業之後他就加入這個證明 可是後來他發現他講的這些理論好像也不是很通 因為他也曾經發展過一個所謂的建築三段論事的這種談法 其實你可以看這本書好像裡面有稍微談到 這個舉讀清訓的這個建築論的方式 他不認同他後來又離開想要回去繼續讀跟這個建築 就是電腦在建築上面的運用 但是非常不巧的1968年發生了這個全共鬥 也就是因為當初日本跟美國簽了安保條約 也就是最近那個釣魚台如果發生戰爭 美國要不要保護日本的那條條約 發生非常劇烈的學運的運動 而封鎖了當初的大學 所以伊東沒辦法 他只好回去成立自己他的事務所 開始做他的建築創作 所以到此為止我先把伊東的整個前半段 先做了一點簡單的文廓式的勾勒 那麼接下來想要來談他的這個所謂的建築的作品 那麼在進入所謂自然系建築的討論之前 為什麼有自然系這個字呢 自然系在因為我在今年測了一場這個自然系建築展 在台南古都的建築文化館 那麼即將在十月會有一小局部分會帶到 這個台北的廷城市的藝廊來做展覽 那麼主要就是說在目前這個自然環境非常嚴酷 或者是說大家都把環保 或者是說僅能減碳的這樣子的一種議題 變成是一種核心的價值的時候 建築好像不再只是成為當初這二十世紀初特比一所說的那個Machine 不再是那個機械的那樣子的討論 其實建築應該是怎麼樣去跟自然有一個理想的交往的狀態 那麼目前在伊東的大聲疾呼之下 很多日本年輕的建築師都共享了這個價值 因此他們在透過建築怎樣去創造一種所謂的這個自然狀態的構築 而產生出非常不同的這種建築風景 因此我測那個展 那麼但是其實真正追本作人 真正引起這個旋風的人是伊東風雄 那麼他跟安藤忠雄就是透過清水混凝土跟幾何形的這種 不斷的操練跟創造建立明顯風格的安藤忠雄是不一樣的 伊東風雄其實都不斷的在整個建築的專業的這個創作的領域當中 不斷追尋可能性 那麼我們接下來會來談這個 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先讓大家了解一下日本的建築是怎麼樣 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大家應該相對可以容易理解就是日本的房子 大家可以講就是有一個斜屋頂然後有一個圓側 那麼這個圓側後面會有一些紙門 那麼從古代一直到現在 其實這樣子的東西都一直深入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即便是他們的這些寺廟啊 或者說古式住宅 他們從內往外看 其實他們是保持著一種非常密切跟自然界結合的狀態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狀況是日本建築 日本總統建築的一個正常的狀態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講 是因為有別於西方或者是說有別於中國 其實西方的話他們都是用非常厚重的強力來做出內外的界定 可是日本當然我不是中國建築的專家 所以我先跳過中國的部分不講 但是日本呢他們卻是大意齊趣的 他們其實非常刻意的讓他們生活 讓他們內部的空間 這個內部空間其實就是那些哈哈米那樣的東西 他是怎麼樣去跟外面連結在一起 並且隨時去感受那個四季的變化 然後來調整他們整個生活的動作跟行為 其實是對他們來講非常理所當然 那麼因此你看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也都還一直健在 也就是說他們的傳統跟現在是一直是連續的 那麼這個連續我認為某種程度上 也進到了伊東豐雄血液裡的基因 只是他非常的這麼說 有些建築師他會非常強要說 他在代表日本的某種文化 然後要把這個日本文化怎樣在線 創出現代的日本的 比如說威延吳先生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種主要的這個 這個健將或是說代表性的牛 但是伊東他有一點點是 把那個所謂的國族那個東西 先放開他認為他是一個創作者 但是他不知不覺我覺得有把 那個所謂的內跟外的那個事情連接的 這種屬於日本傳統文化當中的特質 表現在他的作品當中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 所以請大家先記得這些背後一些重要的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一個線索 我們通常會了解到一位創作者 他會有他後來發展的這樣子的作品 跟成果其實會跟他個人的感性 他個人的素養 以及他曾經有過的經歷非常的息息相關 那麼在這邊他小時候或是說他在求學的時代 他非常喜歡這個保羅克利的作品 這些是保羅克利所做的所畫的一些sketch 他的一些喜作其實比較少出現在他主流的一些展覽的收藏品當中 當然你如果去看整個保羅克利的一些作品集當中 你會發現這是在1920230年代已經算是晚期的作品 你會發現他的那個線條 某種程度上帶有某種漩渦性 那種懸繞的那種spiral的那種特性 並且是一種一條線成形的一種結果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跟外界連結在一起的一種狀態 那麼這張圖或許更加容易理解 就是他在畫那個吸水中的那個魚的狀態 你會發現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魚畫的幾乎是跟這些水流的狀態 是很接近的 而這種畫法其實又跟日本的服飾會有那麼一點點類似 所以你會發現你會喜歡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跟你的過去你的傳統有一些關聯性 但是他又在這個方向當中非常喜歡Powclay的作品 所以這個東西也對他的作品有很多的影響 那麼他在成為年輕建築師的時代 其實他還到處去世界各國遊歷 那麼他們去的都不是不見得是一些主流的國家 他們不見得去美國不見得去歐洲 他跟安騰宗雄完全不同 安騰宗雄當初要學這個建築 他認為應該要去到正統 要去羅馬要去希臘 要去這些地方 因此他看到了作為人類文明的這種所謂的建築的軌跡 所以安騰宗雄反而在那個部分比較偏向西方的邏輯 所以他會用這種非常古典幾何學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建築空間量 所以他跟光影的變化其實有他的背後很清楚的軌跡 而伊東其實他有那麼一點點 我剛剛有提到說他是個非常反骨 因為講的在直接也就是伊西街很高拐的 所以他就OK你們要去看那個我不要看 我要去看譬如說這個是伊拉克的北部 跟這個土耳其邊境有一個叫做阿爾貝爾阿爾貝拉的一個城市 那麼他這個地方因為是沙漠 所以他們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樣讓內部空氣非常遠的 他們透過一個這個所謂的寶風氣 怎麼樣讓內跟外一方面又要遮蔽 但是又讓外面的元素進到裡面來形成一個好的循環式 這個地方的風土之下非常重要的課題 他就會去發現這些東西 然後他去加德滿度 他看到一種這種所謂的人跟生物跟自然 整個全部處在一起的 你看起來好像有點亂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他從這當中去看到那當中的某種 所謂的流動的秩序這樣子 那麼他去泰國他非常喜歡那個泰國 這個在水上生活水上人家的這種感覺 他去從那當中去看到 屬於這種亞洲的那種特殊的味道 或是說在某些中東 他看到很多真正這個所謂的事件 或是說建築的事件 其實不見得再有非常多的這種很硬的硬體 反而是有一些這些比如說像桌子這些家具層級 或是說有一些帳篷的東西 事實上整個空間的活動 他就成立了 其實這也可以被稱之為另外一種建築 這樣子 那麼他也看到一些自然的地形 這個是去某一個 好像是某一個島嶼當中的一個特殊的 好像是沙丘 並且是凹凸起伏的這種有機的狀態 才是真正自然界存在的秩序 這是他的這個都市漫遊 他非常特殊的體驗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他的第一個作品 第一個作品是他的處女座 1971年的一個叫做阿公迷之家 你會發現他那時候他就用跟別人很不一樣的材 因為一般人都會用 日本最喜歡用木材 那麼之後是用青鋼架 最後才是用RC 可是他一開始就好看也不用這種木材 他要表現一種新的科技年代 他要用這種膠囊 那麼當然也跟當初他的這個師父 也就是這個舉足清訓 他們喜歡用這種所謂的半謝派這種 比較high-tech的方式去表達 某一種新世界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你會發現他做的這個東西 因為剛好也開始置身在所謂的 後現代的狂潮當中 所以他的形式非常特殊的 他沒有那種非常完整的幾何形 但是你其實可以看到某些幾何形的變形 他其實是一個方形在卡兩個正方形 然後切掉某些角再轉一個角度 Anyway他就是不斷的在創造一些比較特殊的空間的形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一開始他也是年輕人 就喜歡做一些形式操作 他也做得非常的精彩 那麼是他的 剛剛成立他的這個事務所 他的事務所一開始叫做 Urban Robot 就是都市機械人 可是後來他其實還蠻多變的 後來就放棄了這條路 那你會發現外表是機械人 可是內部還是有那麼一點點 日本人最喜歡的木材的這種質地 那麼你從這當中去看到他們的整個 內部空間的氣氛其實做得也還不錯 這樣子 那麼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作品 那麼還有一點點受到菊族清訓的影響 可是後來呢 在他的一個還蠻重要的作品 叫做 中野本兵之家 那麼這個房子非常非常的有趣 是他很巧的 同樣都是在1976年 那麼1976年又是另外一個重要作品 也就是安騰忠雄 辨定他清水混泥土這個材料風格的 駐籍的藏屋落成的同一年 那麼這兩個人出生在同一年 然後又這個重要作品也產生在同一年 但是駐籍藏屋先領先 一東贏得了日本建築學會獎 所以他們本來都是一群很苦悶的 然後拿不到國家主要資源的這些年輕建築師 結果後來這個安騰率先得獎 然後他就變成明星 然後據說他們都聚在一起偷偷罵安騰說 得獎是一種墮落 之類的 就是小道小喜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另外一本非武難出版的 一種豐雄著作 那麼這個作品被 被藤森造新鮮 暱稱為1976年駿工的日本兩大自閉性駐長 為什麼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他是為他的姐姐 為他的姐姐 你看他的姐姐有沒有長得一模一樣 為他的姐姐做的 因為他 那其實他本來是有一個 算是一個新房子 可是後來 帶到一半他的姐夫過世了 所以原本應該是一個充滿快樂 希望幸福的家 他反而他們必須要變成是一個 幫助他們怎麼樣去忘掉悲傷的一種 正魂悲的一種角色 所以他在這個作品當中所嘗試的 是一種所謂的形態術的練習 並且你會看起來 這好像有點像中間一個重要的合約 然後好像生活得很開心 可是事實上他後來的邏輯不是這樣 他其實這個是他在學習 那個形態術的這樣 透過形態術element的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來創造出一種所謂的 流動性的空間的一種嘗試 那麼你從這張圖就可以發現 事實上我們一般如果合約的話 好像這邊應該是非常重要 可是他這邊被他這樣一畫 你就可以理解 他這個是把它想成是一個禁止的 也就是說他把那個時空就停止在那個地方 真正的生活是只有他們的這些起居的空間 有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麼這是另外一個圖面 這個是他們的穿桌 那麼這是他們的一個超級大客廳 那麼因為有一兩個小孩 所以他們希望讓他們在這當中可以有一些時候 而這個庭園卻是一個相對禁止的庭園 一個封閉式內庭 而非合約式的空間 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理解到這個事情 你會發現他也是用清水昆明圖 而且外面幾乎沒有任何的開窗 即便有開窗是非常小的 所以也是一種怎麼說呢 我們如果用這個什麼 這個蠻適合當古墓派的 古墓派的這個 他們的總部 就是住在那個墓裡面的那種感覺 那麼這是早期的作品 你會發現他早期 姐夫還沒過世的時候 其實是希望變成是一個相對的開放 然後有一個所謂的明朗的一個核心空間 那麼他們會讓著這個庭園 經營他們非常幸福的空間 但是後來總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那麼就變成了這個東西 而形成了後來的這個中野本廳之家 但是在這個作品當中 在伊東個人的說法 他說這個其實後來這樣子的空間質感 又出現在他的台中大都會科劇院裡面 因為他發現這種洞窟型的空間 在伴隨著他的流線性 他是能夠容納最多的流動性的一種狀態 當然這麼講 這是他的說法 到時候等到台中大都會科劇院完成之後 我們要去Check 他這個說法代表準不準確 不過Anyway 這個作品的確也讓伊東 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矚目 甚至一直到現在 這個房子 因為後來這些小孩子長大 而他的姐姐也走出這個陰霾 引起這個帶有某種灰色灰暗的 這個象徵性的住宅 後來他們就把它拆掉 我說他已經不存在了這樣子 那麼以前他們的小孩就是在 這樣子的一個流動性的空間裡面 這個等於說震魂 比如說在安徽他們的靈魂 或者說在這個地方去過著比較相對出世的生活 而中間切了一個洞去發現那整個很像一個日鬼般的一個動作 透過這個東西來了解整個時間的變動 那麼這是整個內部空間的一種狀況 那麼可愛的是這些小朋友很多時候可能也會忘記 這個父親過世的傷痛 而開始玩玩這個影子啊 然後也在這當中自得其樂 而這個東西在伊東的說法之後 他反而對於這樣的空間有一種 莫名的這種喜好這樣子 那關乎於某種類似像自然界的洞窟 也關乎某一些很實質的 實在的這種流動性的這種產生的狀態 這樣子 這是當初的這個1970年代的這個東京的照片 這個鍾爺文 或者說White You也還在的時候 那麼又過了一段日子 伊東開始想要為自己蓋一個房子 那麼他把自己稱 他把這個自宅命名為Silver Hut 那再一次的他不再去用這個混凝土 他用的是青鋼架 而且你會發現因為在身處於後現在的狂潮 你如果做了一個完全對稱的就太遜了 所以一定要偏一個角度 然後說這個遜對到什麼等等等等 伊東也看到這種事情 同學們如果現場有讀劍武器或室內設計 應該如果你們看過這種80年代90年代的這種作品 就是一定要歪一下 或者說一定要這個拐一下 這樣好像比較會做設置 伊東也是這樣子 非常有趣 我以前一直都 那時候就不懂 可是又很害怕跟人家說 伊東不懂 所以有的人都無視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終於了解 原來他們也只不過想要耍帥 但是這個作品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在於 你看這個地方它其實有幾個窮龍的這種形狀 這幾個是室內空間 這幾個 而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庭 它看起來是有覆蓋的 不是它上面又打開非常非常多的洞 也就是說 這空間它如果下雨的話 它雨是會直接落進來 那麼當然那時候 包含這個 可能照進去看我就覺得 哇這個作品是很帥 可是你這樣搞到的是不是 一直到最近他們終於搞清楚 原來伊東在做的是所謂的內外反轉 或者是說讓內部空間跟外界空間直接 黏在一起的這種做法 透過中間的這個空間來做 所以這是可以說是它邁向自然系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麼會做這個作品其實 與其說很想會自己蓋一個房 其實這時候是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再一次的 他又跟安藤被送作堆 是誰把他們送作堆 積其心 積其心裡的 總之 OK 伊東 安藤 你看他們都離得很遠 誰都看不起誰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是誰 是Pete Hesseman 也就是 這個 我的老師的老師 曾成德教授的恩師Pete Hesseman 他們辦了一個 要邀請全球非常知名的 有潛力的年齡教授師來做一個論壇 因此他們被邀請同壇的狀況 那麼那時候當然 他因為已經贏得那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那個 建築學會場 他意氣瘋狂 你看他的眼神充滿挑釁 以及這種自信的眼光 你看伊東就 又來了 那種感覺 總之 他就為了要來參加這個 要跟他 較量一下 所以他就在 他的中野本町之家 就是剛才那個 很像墓碑的那個 古墓派的總部的那個建築物 後面加了一個 因為這是他們家的土地 就加了一個延伸擴建 那麼這個擴建 等於算是要做他自己的住宅 所以你會發現他做了非常多的操作 而且怎麼樣讓這個 很像是一個死極的亭 它開始長出一些植物 開始蔓延而 從一個好像是一個死的世界 邁向一個深的世界 或是跟自然界的結合的狀態 而非常努力做的一個設計操作 來參加這個重要的世界 年輕建築家的論壇 那麼這個東西就是他的 後來的模型 對不起這個圖 不是太理想 不過因為是很古老的資料 那麼這個是剛才我所講的 他想做出 這個看起來又像室內 但是他其實 他有一個很像是一個帳篷的 的一個裝置 他可以把它蓋起來之後 變成是一個室內 但是他拿掉之後 他就是一個完全的室外 也就是說他在玩那個 內跟外模糊境界的那個動作 那麼當然這個動作 其實現在好像在很多評論家的討論當中 大家慢慢了解那個事情 那麼也請各位再回想一下 我一開始讓大家看的那個 日本傳統建築的那種氛圍 其實他用不同的材料跟不同的手法 把那樣子的事情在這個地方 加以呈現 這樣子 那麼實際上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麼這些家具其實也找了 當初這個非常知名的設計師 來做出一點有那麼一點點未來性 你要稍微回想一下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1980年代就是太空出發射的年代 所以當然要用金屬的 誰要用安等中小的混凝土 對不對 當然要幻像太空啊 最近不是宇宙兄弟要上映的嗎 你們知道宇宙兄弟嗎 請看宇宙兄弟 對 那麼這個是他的內部空間 其實到底是內部還是外部 我們會發現他也是這樣子一套牆 但是他有一點中階的感覺 那麼內跟外的 這個involve是非常清楚 就是互相干涉的一個狀況 那麼事實上我們人類自古以來 自開始有人類出現的時候 我們永遠就是生活在內跟外之間的某一種狀態 就是比較內部或是比較外部 但是西方人或是羅馬人 把那個內部空間很非常強硬的定義在這個內部空間 而把這個自然界跟建築是隔絕於外的這個狀況 那麼想了解羅馬人 請看羅馬劇 羅馬御場 有沒有看過這個內部 剛好很巧 就可以拿來做這個隱喻的動作這樣子 那麼這是 哇 對不起 這是他們的光害量的內部 這是晚黃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盞 另外一個 我們還記得剛才 我們還記得剛才 他去阿爾貝爾的那個風 那個風的元素 那個wind catcher 一用風就覺得 好像應該來做一個跟風有關係的東西 那麼他贏得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橫濱車站外面的通風塔的這個淨土 這個叫做風之塔 那麼那時候是什麼開始流行的時候 就是某些電子裝置 某些sensor 然後他就把這些電子霓虹燈的這種感應器 去跟某一些偵測環境 溫濕度還有這個語量 或者說這個噪音的這些東西 他都把它數值化之後 轉化為不同的訊號 而能夠去反映出不同的周遭環境之下 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光影 換句話說 這個風之塔 有那麼一點點是 開始他怎麼樣去做為一個建築 或者說做一個裝置 怎麼樣去跟外界的環境的因素 產生相互的這個互動 現在大家應該對所謂的互動這個事情應該很能夠理解 在數位時代 但是在1980年代 1986年他創造出這個東西 其實讓這個建築界眼睛為之一亮 就是說他怎麼樣讓原本建築 好像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東西 卻能夠透過電子裝置跟這些sensor 然後透過這種燈光照明效果來改變一個建築物的表情 所以當初他喊出了一個重要的建築的宣言叫做 建築如何成為風的變樣體 如何去伴隨著環境的變動 而建築也能夠產生相對的某種姿態來反映整個環境的變化 那麼接下來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你們大家有看過這個東京愛情故事嗎 就是江口楊介跟枝田育二還有這個林木寶愛美 他們一起共演的那一部 在1992年我還是大一新生的時候 非常轟動的這個日劇 也許大家沒看過沒關係 但是伊東東雄設計的這個房子 就被他們拿來當成這個丸子跟立香他們一起工作的那一個公司 然後這是當初的伊東好像在這裡 然後他當初的一些成果 你看他那時候的髮型 回去翻92年90年代的時尚雜誌就會看到 那時候髮型就是這樣子很好笑 你一定覺得我在虎你對不對 可是我找到了你看 你看就是這個一定要金屬 因為那時候太空說剛發射不久 所以尤其時代的尖端應該是金屬 而那時候也剛好是這個什麼 如果大家知道西方有個重要的文化設施 叫做龐立度中心 你還記得這個Richard Rogers跟Renzel Piano合作 用一個非常金屬的 然後很像機械獸的助力在巴黎這個很古典的這種 舊城當中 你就知道原來那個時候最前衛的做法 就是用這種有點金屬的特質 然後比較輕的Light Construction的做法 來創造一個所謂的相對於過去用石頭 或是不離譜所創造出來的那種非常重量的那個東西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發現 伊東永遠都在做跟安藤相反的東西 你安藤都說建築是永遠的 對不起我伊東認為建築是暫時的 而建築是暫時的這個事情 我等一下會再證明給你看 是什麼 那麼但是對不起 即便我們這樣講 可是世人的眼光一直都 關愛的眼神一直都在安藤忠雄的身上 1994年 安藤忠雄贏得普一次跟建築獎 我相信伊東一定非常的不爽 對因為我曾經側面了解 就是說曾經有過這個他的所緣 曾經夢到說 他夢到伊東臉很臭為什麼 因為伊東夢到好像怎麼樣 他又跟安藤同台 安藤在台上討好不決 然後他自己卻很害羞 不曉得該講什麼 事實上伊東的確是一個比較內向害羞的人 而安藤是一個非常很草莽的 而且講話有一點慈性 就很像安藤忠 然後講話就獲得全場的關注 那麼口才方 因為我是有做過他們的翻譯 所以我可以證明的確 安藤的那種迷人的性格是比較強烈的 那麼伊東就是那種比較 比較乖乖排 然後也很誠懇人也很老實 但是也說不擅長在這個口語上面的這種performance 但是轉機來了 轉機來了 剛好在也是9095年的時候 安藤已經贏得普利志的建議員 也就是說他已經成為建築名人堂的議員了 但是伊東他因為是同梯的 不知道為什麼他好像一直都沒有受到世人肯定 為什麼 因為他的東西很難懂 很難懂 就是我剛剛講的東西 應該大家也覺得聽阿古撒傘 不過沒關係 他終於來了 有一個重要的禁錄叫做 仙台媒體館 那個是在 就是311地震的正央附近 就是那個仙台 聽說去年也搖晃了整個七樓的天后板都壞掉 不過還好整個結構沒壞掉 總之那個時候伊東已經開始在對於他未來的建築 到底何去何從 在做非常深入的思考 那麼這個作品等於算是 這個淨土等於說幾乎是 因為那個90年代以後 日本這種公共建築的淨土其實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不像台灣還一直樂死不平 其實日本的這些公共建築的這種飽和度已經到達一定的程度 所以當初有這個淨土其實幾乎是所有日本的這個建築事務所 大家都來競爭這個作品 那麼當初他的想法是他百事不得其解 那麼他其實是坐在那個要往成年機場的那個 那個Narita Express上面 然後接到所緣的電話 還是他收到哪一個那個信 那麼要求他趕快提出一個重要的東西讓我們發展 然後就想起有一天 他坐在辦公桌前面 看到有一個水槽 那個透明的水槽 裡面有那個海藻搖來搖去 他發現這個透明的玻璃帶有某種的抽象性 但是裡面的海藻的搖動 卻又那麼的具體 那麼的具象 那麼的有機 所以他說 這有可能把它做成建築嗎 所以他就畫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把這個東西當然是那個水槽 那麼當然因為建築有不同的層次 所以他把它切成這種水平的切吧 但是他說 那我的柱子 我的結構可不可以用 比較有機的這種形狀來 代替過去那種非常垂直的柱子呢 他就開始想說那海藻怎麼做 於是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無機的玻璃盒子 但是裡面有非常多的這種 tube開始出現 那麼在當初他的想法 這個tube 其實再一次的 他的所謂的 如何把外在的這個自然環境元素 拉進到建築的內部 造成某種內跟外的反轉或說互設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他創作主題 於是他當初原本想想的是 這個東西 這個管子裡面就是外部空間 也就是說 一般來說這個建築 裡面就是裡面的嘛 可是這個建築的裡面有外面 所以聽起來好像 哇好像蠻厲害的 而且他真的幹出來 所以很厲害 可是其實沒那麼簡單 當初他贏得首獎之後 日本媒體也很不爽 說這亂搞啊 你這個 你這個怎麼辦展覽啊 這要怎麼掛畫啊 這個怎麼弄啊 你這個是一大堆邪魔的柱 邪魔就是很麻煩啊 很打路 或是說是這個 會造成某一些障礙等等等等 然後說你邪魔 就是說你把它弄成很像這種 這種管子的東西 他後來他自己上這個媒體去打筆上 後來為他自己的創作提出反正 告訴他們這個東西到底怎麼做 並且召開非常多的公聽會 去跟所有的市民團體 藝術團體去做出他的整個說明 那麼這個東西其實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你為何要說這個是 你們可能會問你說這怎麼可以是外部呢 他說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很像是人體 人體其實有些東西也是跟外界結合 比如說你的耳朵 比如說你的嘴巴 比如說你的鼻孔 其實就是這個管子 我們其實是透過你的鼻孔的這個管子 在呼吸外面的空氣 這個應該大家就跟你講 所以他用這個東西來做為當初非常重要的一個論述 那麼這個作品呢 他也開始重新在挑戰過去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切豆腐的做法 怎麼樣把一些空間機能先把它定性定量之後 然後變成量體然後再把它組合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所謂傳統的現在主義建築 或者是說你們現在所有的房子幾乎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之上被蓋出來的 可是一東空雄覺得好像事情還可以更好玩 他說事實上這個世界自然界就是一個不斷的產生出各種不同波紋的所在 就開始有很多波紋 其實你去看一個食堂上面就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 到處偶爾會有這個波紋出現 那可能有的時候會有一些比如說是植物的元素還是什麼樣的不同元素 他把這個東西做一個自然界的concent model來看 而這當中會有很多energy flows 比如說空氣 比如說光 比如說人的走動 那麼到底什麼是建築 建築就把它那個範圍框起來就好了啊 怎麼這麼煩惱幹什麼這樣就可以了啊 就是defining the area and this is the architecture 而這個東西你不覺得就是剛才的先台媒體館嗎 那麼他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說我想做的建築是那種如同河流裡的漩渦般的所在 他說河流裡面很多可能時候會有一些 嗯裝或說某些這種這個柱子等等 但是那個東西其實是一種跟這個河流本身是完全沒有發生關係的元素 可是那個漩渦它本身就是河流的那個流動的一部分 但是它又defining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場所 所以呢它要的就是這種整個自然狀態融合在一起的空間跟場所 那麼你會說這是什麼一回事 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它小時候 應該說它年輕的時候在看 巧克力的這個魚的這種感覺 其實就是它想做的東西是怎麼樣去跟自然融合在一起的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它成功了 它的成功創造出這個舉世驚豔的先台媒體館 那麼這個作品在21世紀的第一天正式完工對外開放 等於說某某程上跟這個怎樣 它開啟了日本當代建築邁向21世紀的新葉 就是伊東風雄透過它的有點類似自然系的這種思想所創出來的 同時在這當中因為這個房子開了六年 那麼整個二戰苦鬥的過程當中 它發現到其實建築它過去都喜歡把它做得清清飽飽的 那麼很金屬的 那它覺得好像只那麼做似乎沒有意義 它從這當中領受到了不值性的祝福 所以你會發現它後來在這個作品之後 開始有更多在透過材料去表現出極物性的這種動作 這個就是它的那些作為外部人數介入到內部空間的重要的這個管住等等 那麼這裡面的空間非常非常舒服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空間嗎 這個其實就是類似某某社區活動中心 日本的某一個社區 講社區太誇張 某某縣市文化中心 他們的文化中心到達中心 然後有圖書館 有大家喜歡在裡面停留的這種空間 它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並且受到世人的讚嘆 那麼他也第一次發覺原來做建築不是只是自己關在自己事務所裡面自害 因為他過去也逃離不了那種作為作家 那麼想要不斷的在這個做出很厲害的這種作品的這種很自閉的狀態 但是他這個作品才真正贏得世人的愛的 他也開始了另外他創作建築的另一村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那麼後來大家應該就相對比較容易理解 比如說在東京表参道的CALS 這個其實是已經平年晃久的今來 他的事務所能不能以這個樹木為這個concept的根據 然後創造出非常具象的這種做法 跟他過去的作品完全不同 看來說我是一直到這個作品出現 才終於知道原來伊東東的作品這麼精彩 我剛剛講的那東西其實都是在這個作品之後 我才回去做回溯室的研究 才了解他的邏輯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這個很容易懂啊 就是我要做樹啊 我要做這個建築怎麼跟自然融合啊 所以你會發現台灣到處的什麼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都一大堆這種樹啊 你們有經驗嗎 或是這個餐廳還是什麼商業設施空間等等 接待中心最多都是學他的 那麼最近他在台中有搞了一個什麼 富邦建設的天空樹 後來就被非常名正言順的 把這個東西有複製在他們的接待中心 這個毫無疑問的是傑作 而且是masterpiece 在表燦到外面去的 隨時可以去東京推進的這樣子 那麼之後他也開始嘗試另外一種 剛才那個是清水混泥土的這種樹枝狀的結構 這個是鋼板鋼板鋼構混泥土 就是說兩個鋼板裡面變成 那個鋼板本身是磨 同時也變成是他的整個結構 那麼開始開一些非常有機的 或者是說你們如果看過宮崎駿的漫畫卡通動畫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那些動物上面的某些開口的這種形狀 他就把它做到在這個建築物裡面的理念 他想要透過這個東西來跟自然界產生對話 而不再是建築不再只是機械 建築難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嗎 作為自然的一部分難道不能擁有類似像生物般的表情嗎 這是這個時候的想法 他的內部空間你會發現他永遠在做spiral 為什麼他說因為這個世界跟大自然有關係的 絕大部分都是你的漩渦 比如說你的耳朵的造型 比如說風的軌跡 排風不就是一個超級大漩渦嗎 你在放洗澡水吧 你洗完澡再把那個洗澡水放掉的時候 他不就是會變成漩渦嗎 那整個溫度啊整個風的軌跡 就是漩渦就是自然界的邏輯 這樣子 這是他的內部空間 那麼同樣的在後來他越來越大膽 他開始使用一些比較特殊的 這種曲面的不泥土的造型 這是在祈福的一個冥想之身 這是什麼呢 你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休息站 或是餐廳嗎 或是活葬場 所以如果 我又認為如果要死要在這個地方死 不要在台灣這種很醜的 冰儀館死掉或是被火化 所以我會堅強活下去 不要死在台灣 除非台灣也幹很棒的活動 很像幽浮 或是說你可以看說 也很像那個烏賊 烏賊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事情 或許有人會提出反論 就是說 建築 儲敢要欺負的 建築需要這樣搞嗎 這不是很浪費這個明高明知嗎 或是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 都是在一定的預算法當中解決這件事情 而且 作為一個建築 或是說他作為一個特殊的公共建築的一個物件 他其實可以扮演不同的 觸動你的感官情緒的不同的物件 他不見得只是某種 你聽的這種 癒睡的這種重複 那麼他也有一次去到這個柏林 的這個 由Islander所做的一個國家藝廊 他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把他的地板 變成這種凹凸凸的這種 很像超級巨大的健康步道 或者是說 超級巨大的這種這個山丘啊 然後大家都在裡面爬來爬去 小朋友最喜歡的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小朋友他年紀最小 他比自然界最親近 因為我們已經他 都已經被人類文明所詢化了 可是小朋友他們會 對這個事情津津 這個樂在其中 所以這個是他常會說 好像小朋友的感官 或是說他的那個感性是更為豐富的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啊 你看所以 這個旅行要選對地方 不要亂講 不然你會受到不好 會交到外朋友 受到不好的影響 這樣子 好 那麼 後來的故事應該大家相對知道 伊東興建築 改變了台灣都市建築的地質 比如說 這個是你們比較熟的 我們還是 不厭其煩的 看一次 這是已經完成了 不過因為當初我非常幸運的獲得這個動畫 所以還是讓大家看一下 他所做的一個非典型的 Stadium 為什麼說非典型 因為他這個地方他刻意破了一個孔 破了一個孔 是因為他要擁抱市民群眾 而且讓大家很自然的access 進到裡面 平常就成為大家的公園來被使用 而不是作為一個文字館 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不是一個市運主場館而已 而是作為這個高雄市運的這個公園裡面的其中一個設施是 最理想中的是隨時讓市民開放使用 那當然現在也使用的不錯 就是一些商展啊 或者說大家一起去看球賽啊 或者說大家一起去做什麼聚會 集會的動作 那麼這東西其實是當初的模擬 幾乎做的百分之百一模一樣 那麼你會發現他的整個結構 他用的是這個所謂的很像 長得很像March的馬鞍構造 聽說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可以讓他的微震動 撿到最低 他的舒適度最高 而上面這個東西是所謂的spiral continent 就是再一次的螺旋結構 螺旋連續體的這樣子的結構 來變成上面的這個shirter 遮音的系統 這樣子 並且用台灣生產的太陽能板 創造出第一個完全自以自主 而且還可以把剩餘的店賣給台電的 這樣子的一座 好像拿到九樣這個 御建築標章的御建築 這樣子 OK 那麼這是完成之後的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的壯觀 那麼相較於高雄有很多垂直性的地標 其實伊東非常有意識的 在水平向度做出一個延展性的形式 來做為水平面向的地標的做法 這是他的屋頂結構的部分 這是當初他所做的大量的模型 這個是剛才所提到的 他的主要的看台的這一個捧面 他去做出這樣子的一個結構行為 來讓整個觀景 觀景台是最舒適的 那麼有非常精彩的 非常棒的太陽能光鏈板 就是他整個新建的過程 那麼是他的這個 後來完成之後 你可以說他是一條龍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問號 也可以說他是怎麼什麼 也可以有自己的閱讀跟觀察 那麼滿意度非常高 那麼大家如果來高雄一定去看一下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他憶恨的就是說本來 他本來原本的schedule是2009年 會完成的這個作品 就是台中大都的格局 你會發現他當初是用一個所謂的 可動式的這種格子狀系統 而且是很像珊瑚礁 或是中午石洞窟的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來做 那麼這個東西是怎麼呢 你們稍微回想一下 剛才的新台媒體管 他是在垂直像度當中 有很多罐子對不對 所以在一個水瓶上面 是一個完全無稽的 或是一個完全的 集合型的狀態 而在垂直像度 有這種很自然的元素的這種表現 這個呢 說穿了就是垂直跟水瓶都是有管子 互相交錯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個結構 所以他是試圖在水瓶跟垂直像度 都是跟自然界完全集合在一起的狀況之下 而創造出這個全世界到處都未曾看見過的 這樣子的一種空間系統 那麼看起來像是一個中午石的洞窟 這樣子 那麼這個作品 後來他的模型這樣子 經過一系列的這種 不斷的變勝演練 那麼再一次的這個東西 他的整個建築其實就是在這個自然界的場面當中 限定出他的邊界 而這個東西就是他的建築的邊緣 那他因為很喜歡做這個內外反轉 或說內外連接的這個動作 所以他的在 他的那個建築的立面其實不像一般的這種 好像都穿了一件非常精彩的衣服 他其實很誠實的說 他其實很不想做立面 他希望是一種非常刺空裸體 讓你知道內跟外是連接在一起的這種狀態 這是他咕咚自己畫的一張非常可愛 很像幾米的插畫般的這種 大都會歌劇院的這個圖片 這個你可以到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的官網去download 其實很可愛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美好的想像 但是工地卻是二戰苦鬥 招標 游標了三次 那麼後來找到立民銀照才決定 為了這個城市的未來 所以印著頭皮接下來 這個是當初他們在 還開非常多的工程領導會 要怎麼 怎麼樣來施作這個作品 內部的一些模擬 其實是 蓋出來絕對會造成 世界的轟動 全球的建築民都會跑到台灣來 怎麼等得喬好的 這樣子 所以他的大劇院的入口 其實非常的壯觀 這是內部空間的模擬 這是 這是模型 這是他們在工地現場的模型 你看連 這種花紋都做出來了 所以你要 你又要check他的這個扶手 是不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是他的力量 就是做出一個超級巨大的模型 然後藤本壯月跟平田晃酒 也爬到現場去看 這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 4月份的時候我們去看 那麼最近他們在 UIS21 就是那個中山創育基地 他們在 吳光廷老師辦了一個石垢主展 裡面就有非常詳細 關於台中大都會科劇院的展覽內容 這個是現場的照片揭取出來 目前 已經這些東西開始蓋起來了 你可以看到 這是兩個劇場的 Flying Tower 這個東西開始出現 它已經長出來了 不用長 不是蓋出來的 發芽 這是它的某些局部的大樣 它在檢查鋼筋的綁法 跟現場的狀況 然後 這是現場做這個MO-COP 成功之後 一共終於鬆一口氣 那麼現場開始去做一些 到底怎麼裝這些維幕玻璃 那麼 我們到裡面去看 這些東西到底怎麼樣去check 裡面的實際的狀況 所拍的一系列的照片 那麼這是現場的 目前的進度 可能比剛才那張稍微再 這個 早一些些 但是你已經可以 你光是看這一個工地 你已經發現 這已經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不用等到蓋好 其實你現在就可以讚嘆一下 因為安誠就說 建築能夠擁有最美容易的一顆 是它要邁向完成的 那個未完成的狀態 所以 用安誠的話 來形容移動的東西 好像也行得通 然後 這個是他們的鋼筋 所以 他說鋼筋會不夠 好像也還蠻密碎的 這個 這個太亮了 所以 它又看起來有點黑 這樣子 這是它的那個 裡面開始長出來的 這樣子 抱歉 那麼就是 它的某一個局部 你看那個彎曲的那種感覺 非常厲害 未來會是這樣子 晚上會是這樣子 還不錯吧 所以 所以 你們如果 口袋夠深的 趕快再去那邊講 夠豪窄 應該會再 完工一定會再長一倍 這樣子 我沒有任何預設立場 這樣子 那麼 好 離你們最親的是這個 這個就是 台大 原本 當初他們抗爭很久 說 為什麼把我們最後的預定給奪走 你們這群混蛋 等等 他們有很多的爭論 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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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力 跟 這個 辯論 但是後來 總之 社科院的人一定都會贊成 因為他們交易有一個 非常棒的 作品 那麼 這個作品是這個樣子 他當初 就是 整個基地的狀態 那麼 當然 就是他的整個邊界 那麼他的 new building the fallen 這個volume 他主要的量體 就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 你還是要蓋台大 跟台大的校園能夠 三號融合 栽醒的這種 建築量體 但是 有些地方 請讓我發揮一下 我的spiral 所以看spiral都來了 一定要有spiral 所以你看我的頭髮 最近也還蠻spiral 就是這樣子 因為流汗 然後在撥的時候 自然就開始卷 所以 印證了他的那個自然界的事情 那麼 這個事情他就把 那個整個在螺旋的 連續的狀態之後 把它做成一個pattern 那麼 這個是我 同一個研究室的 來自 美國抗南亞大學的一位 這個美國人 同學 他後來 進到機動事務所 他所操刀的一個作品 那麼 這個是變成他的樓立 那個屋頂的狀況 所以你記得這些縫喔 這些縫很 很關鍵喔 然後你看他這個這個 他的這個柱子 很可愛 我會覺得這很像是 青蛙的居所 因為這個很像荷葉 這樣子 那麼他你看 很可愛吧 青蛙一定很開心 那麼人人很開心 那麼 這是他們的正面一面 其實你會發現 有一些立體的這個庭園 那麼讓整個通風採光 流通是比較好的 所以其實是御建築 或所謂自然系建 但是 更厲害的是 這一個圖書館 看到這個圖書館 我就想回去 從讀一次理大學 這樣子 OK 那 原本的想像是這樣子 你看 綠色 在白色的這種 背景之下 非常的翠綠 非常的棒 那麼 內部的空間是這樣子的 他的Spiral 透過 這個 他 因為畢竟還是不要玩太過頭 所以 地盤還是水平就好 但是我的Spiral 可以讓 這個 我的書櫃變成Spiral 轉成一把 所以 他還是透過某些動作 讓那個Spiral 可以呈現 那麼這是他的 這個周圍 還會有一個 小河 小河道 那麼 內部空間是這樣子的 但是 對不起我們台大 他們台大 他們台大 不是我們台大 這個台大 一定要 鑽紅色的 所以 要變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 漫畫紅色的 黑色 掉兩滴 焊下的感覺 很厲害 我沒有任何 余思理解 很好 台大很棒 這是我爬到電機器的樓頂去拍的 潛入電機器 完全沒有人理我 他們的警備實在太長 如果去買炸彈 他們已經爆炸了 我就拍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這個 有一位親友說 他怎麼蓋那麼久 還沒蓋完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縫 這個縫 其實是要 你總不能讓他真的是 雨下下來 那些書就完蛋 所以縫要用玻璃來填 對不對 這個玻璃 你有看過玻璃的制式的格式 是長這樣嗎 所以 他那個玻璃都要用非常特殊的 那個圓的血律來切 因為我剛好曾經遇過 負責這個案子的那個玻璃的廠商 他跟我說 我們都快哭了 光做這個 他們就不用做別的事了 總之為了成就這個 世界奇景之一的圖書館 他們還是了解大哥 坐船 你看 這是現場喔 已經做出來了 很棒 所以還是應該讀台大的 對不對 讀什麼亞洲大學 對不對 開玩笑 有 亞洲安藤藝術館 十月三要不要完工 對不對 我開玩笑 亞洲大學也很棒 亞洲好像比台大大 台灣大 這是當初台大對亞大很不爽 好可愛 你看多可愛 對 最近開始有一種 新的風潮 就是說 形容建築 怎麼變成有可愛這個字 就是說 以前我們的老師輩 開玩笑 怎麼 在討論建築 用可愛這個字 可是 請你告訴我 還有什麼別的 形容字 就是可愛而已 可愛 難怪 難怪 可愛 非常難 但是超可愛 對不對 你不覺得這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嗎 你想想看 你在外面奔波勞累 你會回家看到你可愛的女兒 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這個 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樣子 你看他的這個 雖然說那個縫真的很難切 可是 你從內部看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就因為這個縫 而讓一切的美妙的韻律 產生在這當中 所以那個縫還蠻重要 這樣子 所以 利爾再再而三 這個是我從 我的好朋友 楊恩達的 這個準建築人手掌 他因為潛入去看的比較多 所以 就借用他的照片 和Watch 我有徵求他的許可 這樣子 真的很厲害 所以 同學們如果在座有高中生 請你開到我的目標 努力吧 社科院 這樣子 但有什麼戲我不知道 你要自己去查 這是他的那個 Peradona 就是那個 環節不大 但是 想像你可以在這當中 讀書的那種 美妙的 幸福的感覺 心動的感覺 那麼 後來這種 比較帶有一點可愛 或是某種 童緒的這種手法 也一直被 應用在別的作文 比如說 這是他在 東京三病區的 高原寺這個地方 做一個所謂的地方的 劇場 那麼他就 其實做了很多study 後來他覺得好像 應該把它做成很像古老的那種 帳篷式的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 他看起來很像是那種 拉 拉線然後做出那個帳篷的這個造型 而裡面其實 唯一精彩的是 這些點點 一瞬間還以為來到草間民生他家 看 還蠻恐怖的 還蠻說的 那麼 另外一個是這個 所謂的 他們曾經 伊東曾經 因為他後來的 備份已經到達某種所謂的 curator 或是說一個統合者的角色 可是他還是會表明一下 這個是 東京瓦斯公司 他們想要進軍到 他們的上面有一個叫做 有沐縣 佛吉克的 宇都公 他們要去 宣傳他們的設備 但是 不能那麼直接路 比如說 你買我的瓦斯爐 你買我的熱水器 因此呢 他又找伊東 說 OK 我們有四個空地 那你幫我們做一個pavilion 來 一來你可以展示你很前衛的建築 二來 你也可以把我們的設備 放到這裡面 來展示 那麼當初他就做了 用這個所謂的 這個設計演算法 去做出一個 非常特殊的這種 木構造的這種紋路 那麼 在他們那些大的桌子上去 去埋設一些他們的這個設備 那麼也是 怎麼樣透過 這邊跟自然系的關係 是這個所謂的 自然的這種 秩序 深層的秩序 衍生的秩序 那麼 去長出 很不一樣的這種 木頭的結合的方式 因為 一般來說 你們對於木構造的想像 就是斜屋底 然後它是整個屋架 可是它是變成是一個 完全 非常不同的這個 集合形體的這個 格子狀 來集合 變成是一個 中間沒有住 它只是一個 外殼這樣子照在上面 它是用六角形去 去變化 那我 我今天 找不到 那個影片 所以 請原諒我 你有機會可以看一下 它的 Youtube 我再找找看 那麼它後來 在2006、07年 一個非常重要的 淨圖是 奧斯路圖書館的淨圖 他們幾乎請全事務所之令 來做這個情報 後來 輸掉了 但是它 因為非常重視這個案子 所以他們在 NHK拍一個所謂的 professional的這個 專輯的時候 移動風雄就用這個作品的 整個study過程 來做為它的紀錄片 輸掉了 但是後來它得到了一個 可以蓋自己的 建築博物館的機會 就在奈穆內海的 這個所謂的 金志縣 大三島地區 用這個系統 蓋了一個 小型的 這個 它的建築博物館 它用的是類似像這種 結晶體的 這種空間結構 來做這個創作 所以 它完全打破了 欸 建築就是 比如說 當初 柯比翼 建築就是box 就是這個 多米諾系統 就是 一個方盒子 玻璃盒子 混凝土盒子 木頭盒子 鋼鐵盒子等等 對不起 我要做的是 很像 結晶般的這種 物體的感覺 所以它 它發明了 四種不同的 基本構成的原型 然後去做 各種不同的組合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人 真的 很可怕 伊東風雄 它完全是不同 然後它超愛 它最棒的 享受就是 你們發展出來 我要畫那張sketch 這就是它自己畫的 它超愛畫圖的 真的很棒 它很開心 因為這個是 當初呢 在大三島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有一個財團 他們說 本來想要做 什麼什麼藝術館 可是後來 他們找了伊東風雄之後 突然發現伊東風雄已經是 這麼大咖 人物 不如說好 伊東先生 我們把這個東西 就麻煩你設計 我們把這個土地圈 就送給你 你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建築博物館 但是前提是你要在這邊看一個建築署 很像那個建築司署 來教育 下一代的建築的人才 他說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為了報答你的恩情 我決定把我的1984年蓋的Civil Heart 我就送給你 所以他把在東京的那個它設計 剛才我介紹的那個房子整個拆掉 拿來這邊又組裝一次 所以建築不是永恆 建築是暫時的 但是他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 繼續他新的生命 那麼我在去年來到現場 因為他很難到達 所以我使出了非常健的一招 就是我組了一個旅行團 有瀏覽車就比較容易到達 所以坦白說 我就是為了來看伊東的建築博物館 才去跟熊斯合作的那個 建築旅行團 不過聽說今年又有人報名 但今年後來我跑去溫妮斯的 所以明年將會再繼續辦理這個行程 這樣子 所以在座有興趣的可以準備跟熊斯的報名 這個結晶庭超厲害 然後有一些這種很不一樣的空間的狀況 那裡面它的開幕層非常厲害 它用的是賴戶內 因為它處於賴戶內海地區 所以賴戶內海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質 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多的島嶼 所以它就把所有的那個島嶼的資料拿來 就做成一個一個島嶼的這個很像浮雕 然後把它黏在牆壁上或掛在牆壁上 然後呢讓每一個島嶼上都放一個這個伊東事務所的作品 也就是它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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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設施 那個島嶼的行動面是它的展示板 非常非常可愛 然後把整個內部都清成深藍色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讓他們的staff都寫一句 關於跟建築有關係的話 那個話語這樣子 非常非常精彩 那麼這個時候它也辦 看不到 它也辦了一個就是那時候因為311剛結束 不久那麼它馬上就想要去把它號召全世界的這個建築家 藝術家或者說它的好朋友 就是說請大家提供一張sketch 來描繪災民的一個暫時性的居所 到底該怎麼 這個暫時性的居所可以供他們聚集聊天吃飯 度過苦悶哀傷的日子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請大家用一張sketch把它畫出來來提案 那麼我非常榮幸的也被邀請 而且也貼在這裡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非難不肯的原因 所以後來我就來 但是為了避免你們說我太如此 最後就沒有把那張放出來 那麼這個是要讓大家看 它的sivile hut 果然被搬來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也有另外一個悲傷的故事 就是說它在這個地方生活的 跟它一起生活的數十年的妻子已經過世了 也就是說這一棟房子 它已經失去了在東京原來的那個土地上面 繼續存留下去的意義 因此一方面它覺得 它似乎可以把這個東西轉化成另外一種愛 就送給這個地方 那麼來作為它永久的建築資料的保存 所在地 那麼這是它的內部空間 那這當中你可以找得到 所有伊東建築作品的 設立土施工土等等 所以非常棒的一個空間 那麼後續它又贏了一些作品 這個是在祈福的一個醫學院的一個附屬設施 那麼你會發現它的這種洞洞 以及這個螺旋 一直是這個時期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麼這是它的屋頂 那麼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它怎麼樣透過這種隆起的地方 透過這樣子的裝置變成 讓這個空間變成是一種熱能的那種 交換的一個重要的裝置 它的這個比較detail的這個邏輯 我並沒有非常清楚 但是它就是讓某些熱可以集中在這個地方 然後並且從這個地方排放 而讓這裡面透過某種輻射冷氣的方式 讓內部的空間的舒適度是相對比較好的 那麼這也是他們的這個禁服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麼裡面會有非常可愛的這一根 你看這個就很可愛 這種很像是一個小帳袍 但是因為這東西它會急熱 然後它變成是一個很像是一個煙囪的這種效果 讓這個熱氣從這些地方排放出去 這樣子 這是它的牛死 那麼當然再次的要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311大地震 其實幾乎扭轉或說整個毀滅了日本的建築神話 對不起 你的什麼建築規範 耐震規範什麼 神要你毀滅 你就是要毀滅 自然界要你毀滅 你就要毀滅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不曉得你會遇到的威脅是什麼 人再怎麼樣預防 還是抵不住自然界最根本的審判 所以他們這個事情 讓伊東有非常深刻的一個反省 那麼這當然就是之後滿目創意 抵震規範在怎麼厲害 建材在怎麼強 在怎麼剛貴 對不起 遇到這個一切都是虛空 一切都是無常 所以他們 但是也並不是說 就都不去做任何的建築任何的事情 而是他重新去反省 到底建築的意義是什麼 建築是這個 我還剩三分鐘我被取牌 倒是黃牌 現在算黃牌 等一下到九點應該會被取黃牌就出產 這樣子 那麼 這個東西 讓他徹底的去思考 到底建築的價值是誰 到底建築 難道建築就是為了讓它成為誰誰誰的作品 然後很炫的然後就到處去展示嗎 還是怎麼樣 好像不是這樣吧 好像 we have to an architect had to do something with the people who lose their homes 就是說 他開始 好像因為人總在失去之後 他才開始反省他最珍貴的是什麼 那麼 想必一通是有這樣子的處罰 那麼 他們後來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那個home for all 那個眾人之家 Mina Noia的這個project 他除了邀集全球的這些人來幫忙 提出這個提案之外 他事實上也到災區現場 去幫某一個城市 因為他太大了 但是他就先到這個岩守縣的路前高田市 他們就率先幫他們做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眾人之家 一個小型的社區中心的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來做為他們為這個災需的這樣子的一些付出 而這個作品的整個設計過程 就怎麼又變黑色 就變成了這一次的威尼斯金融雙元展的一面 非常重要日本館的展示 而這當中其實是他找了三位研究師一起 忘記自己是某某建築師的身份 一起這個很謙卑的放下架子 然後我們來傾聽詹尼的聲音 然後來做出屬於他們想要的這個作品 所以一開始這些study model都大意齊去 而且都長得不一樣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在傾聽 然後再重新這個回饋的過程當中 開始產生某種萬流歸中的狀況 而整理出了一個作品 而這個東西就是最後的案子 所以這個衣東風雄你會發現 你看他戴白色框你看 你不覺得比他在那個舉毒進去那個年輕多了嗎 這更年輕 然後在本壯界前九妹子平年晃久 他們因為這個案子而贏得了 玻璃絲介入雙林長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不去記名的建築作品 這個是一個home for all的一個作品 是一個充滿人道關懷的這樣的作品 而這個地方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原木的這個東西 這個材料其實是 因為當初那個城市受到海嘯侵襲 所以有一大堆三木林就哭死了 所以他就把後來還剩下的可以用的 就把他拿來做他們建築材料 而作為那個社區中心最重要的結構材 然後也變成這一次日本館最重要的展示 如果覺得眼尖的觀眾有沒有發現這是什麼 這是媚妲 這是希澤 你來看移動作品這樣子 亦論紛紛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年紀 超可愛的 然後這一定是移動畫 他們最愛畫這個 所以他就很開心贏得這個作品 那麼因為它叫home for all 所以我就覺得home for all好像在那邊聽過 那我就很巧最近又不小心看到一部跟三劍客有關係的電影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東西 就四個 诶 四個人 那他是達泰安嗎 然後三個三劍 然後劍就拿出來 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 也就是說建築師 在這一次的這個 我也是建築雙年展的這個common ground 就是所謂的共同基礎 或者說這個共同的議題 這個所謂的共識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建築是要為眾人而存在的 而不是為單一建築作家而存在 而不是為一個所謂的人的很天才的建築大師而存在 而這一個被蕭去寄名的 那麼後來是一種跟地方居民共同參與所做出來的這個 充滿人道光環的這個作品 因而名正言順的贏得了金師姐 那麼最後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即將完成的松丹菸廠的這個文化園區的主建築也是一棟作品 那麼這個就在這附近是世貌廣場的 它是用一個圓的那個不斷的晃動的這個軌跡 所做出來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流線型的地形 那它的整個座椅也帶有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非常的可愛 那麼想要在這樣子的 最後這張翠綠的分辨 以及真訊話來做為總結 他說三一當東日本大地震大震災 動搖了他的建築思想 然後現在正式重新 從零開始重新思考建築應該有的狀況的時候 應該有的自害時候 他認為未來怎麼做建築 要先向自然拜託 你要向自然請願 得到他的允許之後才做建築 也就是建築應該是要得到自然界的祝福的那種建築 簡單來講 用更白話就是說 請不要爛肯爛發爛開發 你一定要做那種真正 自然界可以允許的狀態之下才做的那種建築 因此這是為什麼說 這是一個邁向自然系的 伊東風雄的建築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精采的演講 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樣 一開始就被那個可愛的漫畫吸引物 然後就那個眼睛都不紮 就一直這樣聽下去 那老師在那個整個演講過程中 透過伊東風雄還有他作品背後的一些小故事 讓我們認識了什麼叫自然系的建築 什麼是位於布系的建築 那因為伊東風雄在我們南部中部北部都有作品 所以大家對他也很陌生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又是開放了兩個QA的機會 那不要忘記了 我是除了對伊東風雄有很深入的了解以外 他對其他 就是一本當代的建築師 那也有很多故事 所以待會兒都可以問 好 有嗎 有關注舉手 好 好 剛剛請教一下老師 就是像那個 台中的大多位歌劇院 這麼特別的建築 是 那麼他將來的落成之後 在我們台灣這種潮濕多幾個環境之下 不要只要維護他的清潔 還有一直維護他外觀的這個亮麗 這點的話你怎麼看待 好 就是努力的去清潔 很維護 這個書很難讀怎麼辦 好 這個數學題目很難解 想辦法解 對不起好像沒有回答到你的邀請 不過我相信在這個維護上面 他們應該會想出相對應的比較專業的處理方式 來因應一個特殊性的這個建築 該有怎麼樣去做維護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他們是會負責到那個程度 好 那麼事實上 嗯 日本的建築 他們其實都 會有一套他們的整個清洗的計畫 比如說他們有時候會 針對特殊造型的建築 他們去研發出 跟某些廠商合作 研發出 可以去清掃那個局部 很困難清潔的這種東西 那麼你剛剛提到的潮濕的部分 那其實跟所謂內部空間環控的部分 也有一些關係 但是 他因為其實在某些程度上 他其實在強調那個 不再是我們去控制自然 而是我們怎樣去適應那個自然 也就是你說很潮濕 或是說很怎樣 尤其你可能要商訪 你住在台灣 你就是要直接面對這種條件 那麼可能他們不會做太多 要花費太多公堂的事情 我相信會是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謝謝這位來賓 很專業的問題 還有沒有第二位 老師也可以問安騰忠雄 今天的題目應該是 把那個安騰忠雄 我們看老師也介紹了很多 有興趣的也可以來做一個提問 老師你好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 一般在像伊東的建築當中 其實看得出來他有很一貫的脈絡 在延續他的設計手法跟風格 那我想要了解的是 其實對於這樣的大師 他的作品完成之後 對於一般居民他的使用後評估 或是以老師您的觀點 他的作品有什麼需要再改進 或是缺陷 可能對於一般民眾 他真的在最後使用上 有一些可以再改變的進步空間 想了解一下這些部分 身為一個使用者 比如說我目前有實際經驗過的 坦白說就是高雄的試運組藏館 這樣講也有點誇張 但是他超乎我想像的舒適跟完美 怎麼說呢 那個所謂的這種體育場 如果說大家有經驗的話 你們其實會對那個看台底下的那個空間 其實他通常是陰暗的 潮濕的很悶的 可是在他的那個螺旋連續體的那個構造之下 他後面的那個後台反而是一個相對開放的 所以說是一個明亮的後台 而上面的這一個觀眾席的部分 其實也相對做起來也很舒服 所以在那一次的經驗 我是在他開幕的時候去的 也就是說人潮最多的時候 也不至於說在舒散當中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是相對滿意的狀況 那麼你至於說這個所謂的使用評估 或者就是說改進空間 坦白說 我應該因為我還不是有用過他其他的這些東西 我好像還沒有辦法很實際的去做出 你剛剛的那個問題上面的這種判斷 但是我相信你所提到的 你如果提出來 他們身為一個建築專業者 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的義務就是必須要去做出那些改善 那麼我相信他們也會是同樣的姿態來面對所有使用者的要求 那麼等到他出現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有什麼問題 還有嗎 最後一個問題好像 好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請問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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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我刻意忽略的那一動 這邊有副方的員工或是跟那個project有關係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的限制比較多 他其實你如果看過那一本書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比較硬 比較僵硬的回應的方式 他其實因為他的量體的要求 或說他的program上面 比較不像其他的公共建築那麼大的盤景 也就是說我這麼說好了 松山菸廠富邦基金會 他有非常明確的業主 他有非常多業主要求建設去達成的目標 所以他能夠在建築空間表現的幅度上 就相對的被弱化很多 所以他因為又在邊緣 他要面對市民大道 然後又面對前面的這個松山菸廠的這個舊建築 因此他做出的動作就是稍微退讓一點 並且他讓那個上面的那個 他唯一的表現的元素是那個竹城退縮 很像梯田式的那個露台 以及一個往下挖的一個廣場的動作 那麼坦白說我覺得他比較沒有能夠完全的展現出 移動建築的特色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沒有詳細加以介紹的原因 那麼當然也許完成之後會有更多令人意外的展開跟發展也不一定 那麼我們就期待也祝福他們會有很棒的成果 謝謝謝謝老師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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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